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语试 故于念试 这话意思是什么 下面念老给我们讲清楚了 这就是煽动 利劲 波隆是非 这两些的意思 用这个八个字来解释 大家读懂 煽动 利劲 波隆是非 这个事情 决定是我 决定是罪孽 决定不能干了 小的罪 八十地 大的 古暴 严重的 无尽地 人生在世 什么事情都要能忍 不造这个罪 造这个罪业 来世 苦不堪言 死后 肯定在地 卧口者 心以为粗卧 说话很难听 说话很难听 粗卢不善了 跟还原观上所讲的 如虎 正知恰恰是反 菩萨对一切忠识 确实是如虎 中国古人 就要求人与人之间言语 要一无死如无人 这个里面 才真正看到 修行 任如波罗 六度就是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要把它用上 布施是什么 是服务 我尽心尽力 把我的工作做好 让大家生活都感到快乐 那不是什么服务 人与人与人与人的关系 我尽心尽力 是否 居领导地位 要忍识 爱护属下 在下的 听从领导 要尽忠之手 这是生活 无论是上下 无论是同流 低于平等 或者对于在下属 时时刻刻要想着忍 要想着忍 决定不起牧场 无声误会 这个团体就好啊 感谢观看